好 广东队的罗瑞平衡了 剑子后直 漂亮 屁腿跳 撕掐 跳 截环跳 再来一个后手翻 交换腿截环 后手翻 挺身前空方 路跳 倒叉 干净利落 完成规格非常的高 干足 三百六 一 非常亮眼的一个难度动作 后团两周下 稳住了 漂亮 罗瑞是目前女子赛场上 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 她是05年生人的 之前在14点633分的成绩 拿到了一枚铜牌 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墓上的动作 是非常的漂亮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规格的完成度 看她的脚尖 膝盖 看她的身体姿态 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而且她的难度也是高的 所以说这是一位 既有难度又有完成的运动员 是这个周期非常重要的一位选手 罗瑞的平方路14.650分 托迪杠的铜牌 临转 临转 开场两个一转 漂亮 直体的叶格刚才是一个F组 怕空翻 灯杠的沙波 金格 这一串有0.2的加分 滴滴 白环180 美币的540B组 团传的流畜下 哇 站得非常的稳 死死的钉铺 纹丝不动 相当高规格的一个高低杠的发挥 罗瑞的高低杠 它是有高难度的 再加上她今天这一套的完成质量 非常不错 从她的身上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她在基本功的练习上 是非常好的 我们看她的脚尖膝盖绷得非常的直 身体的姿态 角度的控制都是非常的不错 在完成大的难度的时候 她依然可以保持着很优美的身体姿态 最后的下法 几乎不给裁判员扣完成分的机会 很好的一个高低杠 恭喜罗瑞 技巧啊 比如说小翻 直体后空翻 还有向前的或者是向侧的技巧 看一下罗瑞的得分